又何必在一起呢 这句话说出来非常的容易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分手 却又太难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梁24岁来自天津 是一名活动执行 女主人公陆路25岁来自河南 是一位礼仪 来 有请主人 请两位 因为他还丢了工作是不是 我们俩热恋当中吧 晚上一块看电影 打电脑 白天呢我就没有精力上班 有时候起晚了连班都不上 因为这个领导把我给开除了 那时候他感觉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 我这人有个毛病 如果说有对心 我就特别黏着我男朋友 然后我就希望他时刻能陪着我 他去上班了 然后我那个什么 我在家我没事 然后我就特别无聊 特别想跟他说话 也想知道他现在在干嘛 然后我就经常这样聊天 你觉得他丢工作责任也在你是吧 我感觉也不是完全在我 刚买的吗 那镯子 这是他追我那会儿 追我那会儿 追的特别狠 然后 特别狠 我第一次听人说那个狠 怎么狠着 就花钱特别狠 花钱特别狠 所以我想要什么他就给我买 那时候我是看见一双高尔鞋 特别好看 然后好像来两千多块钱 没好张口 然后我就拉走 他可能稍微看不见我那意思 那晚上的时候 他说给我一个惊喜 然后就把那个鞋送到我面前 当时我就特别感动 你知道吗 就送你一双鞋你就感动 不是 我最起码他知道我想要什么 他知道我喜欢 我只能说是他爱我 他那个时候很爱我 那除了买鞋还要什么呀 化妆品呢 还有一些首饰啊 就是女孩嘛 然后经常会在外面 再加上我工作也是做礼仪的 我是挺在乎我形象外表这方面的 你跟他谈恋爱多久了 稀稀拉拉的三年吧 稀稀拉拉的 你们俩的用才挺有意思的 你当时很追了他多久啊 半年 等于现在两年半了是吧 也 也不算两年半 因为后来我失业以后 我妈就把我蹬走了 其实我感觉他妈特别过分 这是我们两个感情问题 我们两个的事 我们想两头我在谈恋爱 亲密甜蜜 你刚才用了个什么 但是你把他蹬走是什么意思啊 你把他蹬走是不让他跟我处了吗 你知道他为了为他的工作 我们花费多大的精力啊 从没毕业的时候就一直下力量 多好的工作呀 最后跟你谈恋爱 他做工作是我的问题是吗 他做工作是因为我吗 把家都快掏空了 我怎么说呢 那什么叫把家都快掏空了 总照我要钱 医药就是整间整间的药 那你觉得 我为了修我还在外面拼命地干 我涂什么呀 那您觉得 我男朋友为我花钱不是应该吗 现在男孩子追女孩子 哪个不为他花钱 哪个不花点钱 搞得也不靠谱 说句心里吧 我哪个不靠谱啊 您对婚在一起根本就不靠谱 我怎么不靠谱 工作丢了 俩人整宿的谈俩 有这样的吗 人单位领导都找我了 单位领导都找您了 对呀 我没话回答人家 说什么呀 人家说了 人家说上班 看不见人 到了单位 睡觉 我为他这工作我下多大的力量 哎呀我感觉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好吗 我们谈恋爱我们是亲密 我们是有聊 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个人没有处理好他自己的工作上的方面 不能说是完全因为我 您为他找工作是花了不少钱 我也是理解的 你要说光是因为我们谈恋爱把他的工作给丢了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 我现在是进去不同意的 从你们俩人在一起之后 开始我的心每天就不是揪心了就天天提着心提着 除了要钱是职业 第二职业就是见不着面 就是儿子跟您见面就管您要钱呗 对 这要钱都是给女朋友买东西吗 基本上是 其实我感觉我男朋友为我花点钱应该的是 而且我也觉得儿子谈对象家庭应该算是支持的 我能支持吗 我都快气炸了 我能坐得住吗 我告诉您哪 为这个搞这个对象 我不反对 但是你搞一个靠谱的 这我支持 你搞一比你年龄大的 户口没有的 而且在一起把工作还给丢了 多好的工作专业又对考 事业编制 我还能说什么呀 我们家整个全爆炸了 他爸爸差点没弹闲子 我还在相信你们的爱情吗 首先阿姨我觉得你说我没户口 我有户口 我为什么现在一直都在天津 是因为他 我因为他我才留在天津的 如果不是因为他我早回家了 我回家我妈妈也会给我安排好的工作 你知道吗 如果我不是因为爱你儿子 我会留在这吗 我会一直在这留着忙 那你们将来没有工作 那什么爱呀 我们都年轻过 我也爱过 你没有工作 什么都没有 最后提着篮子 要饭去爱嘛 大姐您看这样好不好 您先平静一下 坐下来 我问问他们俩 好吗 年轻人的事 得他们的工作通 是吧 咱一会儿再说 明白您 理解您 确实爱这女朋友 是吧 爱 这个刚才你母亲说了 你为她把工作丢了 把家也掏得差不多空了 其实也没掏得差不多空 就掏空了已经 那你们俩现在靠什么生活呢 我失业以后 我就找我朋友 继续干活动执行去了 挣多少钱一个 基本工资 两千二 过来花吗 不够 那怎么办呢 找我妈要 还是生死她 那你知道她现在这个现状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 现在没有以前疼我 也没有以前爱我 也不是像以前那样 有求必应 也不是说每时每刻 都会关心我 给我发个短信 给我打个电话 你工作吗 现在 我现在是做礼仪工作 就是那种迎宾 迎宾那站门口 就那种 就是有活就去 没活就不去 是吧 对 现在不是很稳定 那大概一个月 收入多少呢 也不好说 这个 因为有活嘛 然后就去 然后没活就不去 这个也就 一千五到两千五左右吧 你们俩日子过得 还挺紧的吧 应该 还好吧 还好 你现在一个月 从家里拿多少钱 兄弟 你反正没有钱 就找我妈要呗 还有我 我觉得比较过分的一点 就是她 居然在网上征婚 你在网上征婚 没有 这是我妈给我发的帖子 你妈给你发的帖子 你不仅仅可以 你妈发呀 真是我妈给我发的 是你发的吗 是我发的 你还在上网发帖子 我已经拦不住了 我必须得发帖子 我想办法把它拦住 行 明白了 但是阿姨 您觉得这种方法 能拦得住吗 如果你 必须拦得住 我等着你们提着拦子 最后上我这 一家好几口来 要饭来 我那时候我怎么办 等你们爱入洞的时候 再找我来 是吗 那你就直接去征婚吧 但是她现在还是在 跟我再谈对象呀 我没有跟她分手 你就直接这样 你尊重我一下好吗 尊重尊重 那个我们还是说 他们俩自己的事啊 你很爱她对不对 那你了解她现在做什么吗 她曾经有提过 她爱摄影 现在在拍一些照片之类的 你看过她的作品吗 因为她被她妈蹬走之后 现在电话也少打 短信也少发 我给她打电话 有时候就是她妈接的 我感觉她妈是管她太严了 要逼我到局 要跟她断关系 我处了这么长时间 我突然间把她给弄走了 我精神激活在哪 你呢 还想继续除吗 想继续除 但是我想让她跟我妈 处理好关系 毕竟两个都是亲人嘛 对对对 那你现在到底干嘛 你能跟大家介绍清楚吗 我活动执行啊 摄影是爱好是吧 这个活动执行是工作的吧 您知道您儿子的爱好是什么吗 爱好摄影 前段时间找我要钱 买翻版摄影 您看过他的摄影作品吗 具体我不算太清楚 但是刀疼照片我知道 都什么样的呀 也不给我看 要不然我们欣赏一下 你的作品 可以 大家来看看 你好意思吗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说你这些东西都拿到糖了 你好意思吗 这是艺术 你有告诉过我吗 你有进行过我同意吗 你拍这些照片 这个真是你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也给你拍呀 放屁 给我拍呀 他们编导跟我介绍说 拍这些还要花钱是吧 是 我说你这些钱 为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原来你全部都别累了 你心就是这样对我的 你以前说爱我爱我 现在都上哪去了 我也是内心空虚 找一些爱好 找一些追求吗 你说你妈管的严 你晚上你可以找这些女人 去拍照片 你就不能来找找我 不是晚上 晚上是白天拍的 我不管你是白天还是晚上 我问你多久没来找我了 你自己算过日子吗 我算过 两个星期 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吗 我在那我就天天等 我又天天拿着一个手机 我就在那等 你知道我多期待你能 给我发一条短信 打一个电话 你关心我一下 我心里就开心 你知道我 我天天晚上我十一五绕线 我都希望你在我身边 可现在呢 你害的呀 要不是跟你在一起 何至于他思想变成这样了 好吗 不是阿姨 他那些照片是我改化的那样的吗 他有工作的时候 他白天忙于工作 他现在他服疗了 他有的是时间 干这些事 阿姨 那我问你 你说我们都做家长的 根本都不知道这些 你不知道这些 我也是同样刚看到 您看到你儿子拍这些照片 您心里什么感受 我坐不住了 我浑身都哆嗦了 是 是为女朋友的我 我突然也是这样 我告诉你 他爸爸已经马上就 已经脑栓塞了 难道说再让我再谈 这样吧 那您就别说了 平静一下啊 这样一段这个爱情 我们都看到了啊 我不知道专家们怎么看 赶紧帮帮这两个孩子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本店 姑娘 你就认为 小伙子爱我追我 就得为我花钱 为我花了钱 我想要什么 他给我什么 这就是爱我 真的 你太不懂事了 你也不知道 这男孩工作是什么 也不问他给你 买那些名贵的东西 钱哪来的 既然说 他丢了工作 跟你没关系 他是在跟我聊 但是我感觉是 他自己没有安排好 他的自己的时间 你不是刚才自己说 你很黏吗 你黏的没完没了的 只要我都要上班的 他还天晕晕晕去了 领导能看得能舒服吗 我特想问路路一句话 你爱他吗 爱他 在我的这个感觉当中 我觉得路路 好像一点都不爱他 刚才我们问你 说你知道他的工作吗 你说不知道 你知道他收入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你说还是不知道 如果我爱一个人 我会拼了命 想去了解他 我会去关注他 这么多年了 他在干什么 他工作坏了 我只是不想问太多 因为男人的事业 我真的不想问太多 他能够按时回家就行 其实我觉得 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 一开始非常奇怪 就这男孩子 在追求他的时候 用了狠招 就狠狠地花钱 然后这钱花 到了位之后 这女孩觉得挺感动的 他舍得为我花钱 他们之间的 因为我听过一句话 就是如果说那个男的 怎么舍得给你花钱 他都有多爱你 我就是这么认为 所以这个是你的 他有多少钱 他多舍得给你花 他就有多爱你 其实我觉得 你们之间最失败的一点 就是你们之间的这种相处 全都围绕着钱 你不能让人家 跟他的妈妈父母 一块来为你花钱 我一个女孩 我青春能有多久 你说 我陪他度过三年 我有多少三年 给他时间花 那你觉得你的青春 在跟他是做交换吗 我就想让我身边的朋友 都知道 我现在过得特别好 我有一个好男朋友 他舍得为我花钱 他能够让我穿上名牌 特别疼我 特别爱我 那是你虚荣的爱的方式 我不认为这叫爱情 我不是说只贪图他的钱 我要是只贪图他的钱 我真的就不找他了 其实呢 我无意去评价别人的爱情 到底怎样 但是如果一段爱情 要以家图四壁 要以自己的父亲 得到脑线栓 要以一次次 向自己的母亲手里 去要钱的话 那他比一场奸情 还要无事 所以在这儿 我想问一下男家 在追求女人的过程当中 很命的扎钱 刷卡 套钱包 多潇洒啊 但是前提条件是 自己的经济要独立 我还是那句话 财政独立 人格才能独立 我想问你一个切身的感受 你每次 向自己的母亲要钱 然后再给他去买奢侈品 然后才看见 他把那奢侈品 带到自己手上的时候 你内心是什么感受啊 你脸红吗 我有点愧对于我母亲 男人要得有点志气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点 虽然我不是很懂艺术 但刚才你拍的那个 那叫艺术吗 为什么喜欢拍那种玩意儿呢 当时就是 丢了工作以后 很郁闷嘛 所以喜欢上了摄影 在群里认识 几个摄影师的朋友们 把我带上刀了 那你今天到这来 你有没有对将来的一种打算呢 像丢了工作之后 像这个 跟他闹分手之后 你有什么更好的打算呢 我的打算就是 先做一段时间活动 执行 完事自己注册一个活动公司 所以说 你从老妈那拿钱 给女朋友花 这叫没责任 犯了错 不想将来怎么样 这叫没前途 去拍那鬼私房道 叫不要脸 我在那说说你吧 姑娘 你刚才说一句话 你说 只要男人愿意为我花钱 他就是爱我 对吗 是 我听到一句话 跟你恰恰相反 女人愿意为男人花钱 那个女人才是真正的爱 那个女人 而男人愿意为女人花钱 恰恰说明 他不一定 他男的叫小白脸 我说指的是女人给他 适当地花钱 买一些衣物 你买过给他吗 每次我逛商场的时候 我有看到 我都会给你买他 花的是谁的钱 他的钱 是啊 他生活上我也有照顾 我一点都不怀疑你爱他 当然你也爱他的钱 对 都爱 你只是很单纯 也很可怜 你说你在场上戴着那手镯 金光闪闪的 这会儿呢 还要告诉大家 那是人家妈买的 人家妈买的还不太情愿 难道脸上不发烧啊 不烫吗 真确实 好 这是有志气的第一步 小梁 我不要 小梁你先回来 小梁你无权把那东西给他 应该给你妈 那是你妈给的 那是你妈的 然后露露 你也看了 我把东西全还给你 露露 我也很佩服你三年之内 对他的一种坚守 但是有的时候 人得为自己负点责任 对不对 你说你把你将来的一切 交给他手上 你放心吗 他能把握你的将来吗 不能吧 他不为你的将来考虑 你自己得为将来考虑吧 今天你父母是不在这儿 如果你父母也在这儿 看着他台下 这父母肯定 找地方钻进去了 怎么生你这么一闺女 丢人不丢人 那露露啊 他要不要有志气地活着呀 接下来我要说点妈 您爱儿心切 这是母亲的切实的感受 从头到尾就没看得过 你们批评自己的孩子 您就一直在说他 他是有问题 他有很严重的问题 但他绝对不是福利 其实他只是不懂事 你都不管好孩子吗 他要你就给呀 爱儿子是这样爱的吗 现在 他拍出那种照片 你都没看到 你对他有一句半点的指责 你有吗 所以说 如果你不改掉 这么宠爱女儿子的习惯 将来找个比这还棒的 你是不是 是的 我现在是最担心的 那会儿就肯定轮到你躺床上了 我告诉你 我说完了 图老师刚才说了很多 孩子的部分我们不说了 您觉得 说您那部分说的有道理吗 我承认 我算教育孩子方面 确实有逆耐的一面 我觉得他在学期间 也是怕他在同学面前丢了面子 这个面子实在是把我害了 其实我们的收入并不高 我退了修了 还在外头再打拼 我们都是工薪阶层的人 您用那个擦脸油是多少钱一瓶 我要说用啊 让你们都笑话 现在几乎没有的东西 就是大家用了一块钱 那个蛇油膏 我用那个擦脸 我就希望呢 你找一个能够勤俭直家的 好女人 我是希望你们这样子的 共同的 在事业上互相帮助的女人 我觉得您就别管了吧 从今天开始 钱也不管了 儿子也别管了 你们俩自己看吧 事很简单 从今天开始 想谈恋爱 别找妈要钱 行吗 我们在说什么 真不太好 你们俩自己都用点真心 把那心里的话说出来 其实我挺爱鹿鹿 但是我希望 他跟我妈妈之间的关系处理好 他们俩要好不了呢 毕竟吧 我妈生活养我24年 而且为了这个事情 我爸脑酸塞 确实有点 不算太严重吧 你真是没心没肺 其实我觉得 他们俩过道真好了 来吧 黄金六十秒 你们表白去 咱都别掺和这事了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黄金六十秒 其实刚才您也都看到了 我什么东西都还给你了 我不是说我爱你的钱 我只是觉得 我能找到一个 可能为我花钱 又这么对我好的男人 真的太不容易了 所以我就想 这样好好地过下去 但是你妈那点 我真的是受不了 我感觉她管得真太多了 我现在就让你做个选择 你是要我 还是要你妈 你给我个痛快吧 怎么说呢 我爹我妈生活养我24年 这24年当中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所以说 在你和我妈之间 我会选择我妈的 你妈 你妈你妈什么都是你妈 你知道吗 你在我这儿提到 全部都是你妈 如果说你愿意 那就跟你妈过一辈子去吧 我不适合 行吧 那你也回去吧 最后终于说了一点 有出息的话 关门吧 关门吧 大致的结局 我们心里都有数了 应该 咱们还是做一选择 大家做一个这个心愿表达 就是看到这儿以后 你是希望他们订婚的 还是希望他们分手 来 请选择 好吗 现场百分之百的观众 觉得这俩应该分散 现在的年轻人 不是都这么糊涂啊 看来糊涂的还是一小部分 大多数还是不糊涂的 高兴了啊 那松了一口气 问题其实更严重 这儿子要不好好的 端正一些态度 好好的往正路上走 哪位老师说的 也许找一个比这 还要让你麻烦呢 所以回家还得好好帮助他呀 来我们开门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好来请开门 来的这个结局 咱们去开门 我点数完美